春季草坪维护之二 打气洞 撒石灰 施草肥 杀青苔 网上订购的打气洞工具及时到达 听听老公怎么介绍 冲点是透的 看见了 这边也是 这边是煎的 完了 上地上 来演示一下 那个就爆出来了 看见 打气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草根好好的呼吸养分 经过了一个冬季草丛都休眠了 除完杂草以后 让草根更好的吸收养分 人工打气洞的孔虽不大 但也把蚯蚓给引了出来 打了七洞的草坪是这样子的 只有洞 没有被铁管挤出的泥土 可能是我们的草坪的土壤太湿了 铁管里塞满了泥 撒石灰 我们买了这种50磅的颗粒状的石灰 这种石灰的好处是不易被风刮走 也不易被雨水冲走 好的草坪生长 喜欢阳光 喜欢碱性土壤 而温哥华的土壤偏偏是酸性的 又是雨水多 所以每年春季给土壤撒石灰 是必做的公许之一 在打了七洞的草坪上 撒上颗粒状的石灰 土壤能充分的吸收 改善土壤的酸碱度 土制好了 草坪就也能长好 像这一小块的草坪 没有阳光照射 土壤又偏酸 所以从长不好 今天撒了很多石灰 看看能不能长好 施草肥 草肥的成分主要是蛋和甲 看这个袋子上 蛋的成分是30 甲是3 往年 我们请专业人士 除了草根打了七洞后 撒石灰 施草肥的工具 就都由老公自己完成了 春季保养草坪 不同的地区大都有所不同 主要是看所在地区的土壤状况吧 土壤已经是碱性的 就没有必要再撒石灰了 但春季施肥是必须要做的 打了七洞的草根 有了生长空间 又有了养分 一定会茂盛 杀青苔 将买来的药水直接接到水管上 之后就像给草坪浇水一样 全部将草坪浇一遍 土壤偏酸 阳光少 雨水多 是温哥华冬季的特点 经过了这样一个冬季 草坪上长了不少青苔 喷药是最有效 最快速的 杀死青苔的方法 但不会清除干净 一旦土壤条件适宜 它们又会长出来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秋季再给草坪撒一遍石灰 就最好了 这一片草坪是我们家 长青苔最多的地方 我们喷洒了两次药水 才把它杀死 这偏黑的都是被杀死的青苔 到此春季草坪保养 基本完成 就剩下捕草籽了